各位欢迎收看黎智英案的专题报道 在3月18日至22日这个星期 即是第47至51日的审讯 继续是由重光团队的证人 12港人之一的李宇軒作供 这个星期的审讯仍然围绕着国安法生效之前的事 李宇軒说到2019年7月和8月 第二和第三次众筹登报 也曾经在香港、欧美、日本会见不同国家的政客 他又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三度会面 陈方安生就问他如何达至他们心目中的endgame 他就说没有endgame也没有roadman 我们现在先看看重光团队成立的经过 上星期报道过 在2019年7月 揽炒巴刘祖敌希望发起中英联合声明登报众筹 另一个被告陈子华就介绍李宇軒去认识刘祖敌 最终筹得30.8万英镑 在卫报、伦敦旗次晚报等不同媒体刊登 下款是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即是重光团队 李宇軒就说成立重光团队 是因为在2019年6月的G20峰会登报众筹里面 有些报纸必须以组织或者个人名义刊登广告 不可以只是用Hong Kong的名义 例如德国的《难得意志报》 就找了一个在德国的人署名 日本的《朝日新闻》就用了香港众志的名义 所以第二次众筹就成立了重光团队 成员就包括李宇軒 另外一个被告T. 陈梓华 《揽炒包》刘祖迪 在美国的天体物理学家Shirley Ho 还有Always, Medicine 他说不知道这两个人的真名 《揽炒包》也是之后才知道他的真名 李宇軒也曾经跟Shirley Ho 去美国华盛顿和瑞士日内瓦的活动 但是不知道他如何加入组织 他说刘祖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连登的《揽炒包》 法官李宇軒问他实际具体是做什么 李宇軒就答是连登上有号召力 李宇軒问是否精神领袖 李宇軒就说可以这样理解 李宇軒又主动澄清 重光团队是一个松散的港人组织 没有会章、会员制度 唯一的共识是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 有部分成员支持制裁 但不是全部成员都支持 也不是为制裁而成立 在2019年8月的第三次众筹 李宇軒就叫这次做G攬众筹 即是G20搭揽炒团队的意思 代表第一次的G20众筹 搭第二次攬炒巴主导的众筹 这次众筹是用于登报 和之后他们在全球各地举办活动 一共筹得180万美元 黎智英的助手Mark Simon的私人银行户口代收款项 又在美国成立信托防止香港的户口被冻结 第三次的G攬众筹 用GoFundMe众筹平台筹得180万美元 这个平台要用美国银行户口 因为众筹金额都多 要找美国级上的有钱人处理大额交易 否则会面对洗黑钱的风险 中途有人介绍一号有钱人收款 但不成功 陈子华一方的人再找二号有钱人帮忙 之后就成功转入美国成立的信托 Project Hong Kong Trust的户口 李宇軒说后来整理账单才知道二号有钱人 就是黎智英的助手Mark Simon 而信托基金的户口由三个美国人持有 其中一个人就叫Kathryn Chang 和第一次众筹一样 登报费用部分是先电资的 西班牙世界报的18,000欧元广告费 由黎智英公司Lines Hotel Properties汇款 韩国京乡新闻 英国泰晤士报、惠报、经济学人等多份报纸杂志 瑞典每日新闻报、每日工业报 就由陈子华一方汇款 日本经济新闻广告费2,040万日 就发了收据电邮给香港众志的州庭 但是李宇軒之后就回复电邮 就说他会处理付款和要求匿名 台湾自由时报 加拿大环球邮报 德国法兰克福会报 法国世界报 丹麦贝林时报 芬兰克尔新闻日报 澳洲人报 美国纽约时报 就是李宇軒电子 这次8月在多个国家的登报 用了633万港元 众筹剩低大约69.8万美元 就用在全球各地支持香港自由民主的活动 李宇軒作工的时候就提及他和Mark Simon认识的经过 以及在各国游说和不同组织和政客会面 第三次众筹登报期间 法官李宇軒问 这段时间陈梓华是否他和陈梓华一方的唯一沟通桥梁 李宇軒表示同意 但是唯一的例外是2019年9月 美国参议员施科特访说 陈梓华就介绍李宇軒去认识Mark Simon 他形容Mark Simon肥肥的 两个人没有交谈 看报纸才知道他是黎智英的得力助手 当时他没有将众筹和施科特访港两件事联想起来 而李宇軒和施科特的会面 是开始转型做国际游说 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 在2019年8月31日 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Box Lee访港 攬炒巴通知李宇軒 希望香港有人接待 最终由前学民思潮成员李宗泽协助 李宇軒也有参与 当晚他们在铜锣湾吃晚饭 李宇軒就说 不知道由谁提出Box Lee访港 又说除了今次接待 未曾在重光团队和G纜里看到李宗泽参与 李宇軒在被捕前 用过香港故事成员的身份来接受访问 控方展示了他在2019年9月 他成立香港故事有限公司的注册文件 他解释一开始去成立社运组织 就是想用非个人身份来处理帐目 但仍然未能够处理众筹款项 至于用个人身份 他就说用重光团队的投降就更加有效 不过李宇軒也用过香港故事成员的身份 去过联合国的机构 和邀请多国议员来说 去监察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 2019年9月 李宇軒以香港故事成员的身份 去瑞士日内雅 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业办事处的职员会面 当时人权办发声明 敦促中国尊重香港示威者的权利 李宇軒就说 办事处职员说 中国代表团有影响力 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中方处理人权的做法 在2019年11月24日 香港举行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 李宇軒就当时组织了多国政客的监选团来到香港 监选团就事员揽炒巴在英国 知道奥尔顿分着想来香港官选 协议会选举第二天的记者会 之后监选团的奥尔顿分着 英国保守党的佩伦德就和李柱铭 陈方安生在W酒店开会 讲述香港的民主情况 G欄支付了大约55万监选团的开支 部分政客就要自费 临近活动的时候 李宇軒发现不够钱 Mark Simon就在个人户口电资了50万 在2019年12月 李宇軒就去到美国国会山庄 和美国的参议员会面 推动有关支持香港的法案 和李宇軒会面的参议员 包括之前来过香港的施科特 还有杨欣和克努志 三个人都是共和党 出席的还有时任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牧文 说在新屋嶺被性侵的吴奥雪 右眼中枪失明的印尼女记者 还有另一个空者 朱牧文就在会前提醒 不用讨论太多细节 集中说受害人的经历 会面结束之后 重光团队的成员 就发送了一份制裁名单给李宇軒 李宇軒就说名单不是他制作的 他转发给朱牧文 让朱牧文去判断 有没有需要交给参议员的幕僚 制裁名单有120页分了四级 林郑月海第一级 她被列入 《容许和下达侵害人权指令的国家行为者》 李宇軒在2019年12月去到日本 和两个日本共产党议员会面 有讲及香港的情况 向他们展示一些催泪弹弹壳 又曾将一份 由估计本身来自内地的日本港人组织成员 将疫情草耳关于香港人权的议案 传送给议员高井崇志 高井崇志在2020年初访说 李宇軒就带他去到曾经发生冲突的中大二桥参观 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 李宇軒就三度和陈芳安生会面 第一次是之前提及 区议会选举之后和监选团的成员 之后两次就是2020年初 其中一次是时任英国驻港总领事何印德邀请他 陈芳安生、李柱铭、郭荣康、莫乃光、老中青交流 讨论示威情况和中英联合声明等 另外一次就是在陈芳安生的办公室 同场有另一位被告陈芷华 陈芳安生就问两个人 作为这个世代的抗争者 未来如果有endgame想怎样呢?想怎样达到呢? 李宇軒就抑述他和陈芷华答不出具体的东西 就说没有romance 他总结这个会面是没有结果的 下个星期一李宇軒会继续作工 香港01每日都有即日的新闻报道 每件一段时间会为大家整理影片专题 请留意我们的国安法专题网站 HK01.com、01App 和我们YouTube频道的更新 HK01.com、01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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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